那Stable Diffusion 的話 我們現在畫一張他的架構圖 這樣大家比較好 比較有個好想像的根據 我們就一步一步來把 Stable Diffusion 的架構圖給畫出來 因為他是一個 自由免費開放的 會圖AI 而且他程式碼跟 模型也都給大家了 所以他其實更像是一個 工具的基底的感覺 或者是比較專業的講法 就是他是一個框架 我們這個系列會介紹到 許許多多不同的功能 其實他們都是世界上某個 別人開發的這樣子 這個叫Model 就是模型 就是對應到剛剛那個 AI的資料集的部分 就是Stable Diffusion 他原本他們就有 用網絡上的資料去訓練了他們的 那個Stable Diffusion的模型 他的特點就大概是一些 他可以畫出一些比較偏寫實的 圖片這樣子 可是如果這個 這個繪圖AI只能畫 就是偏有點寫實但又不會太寫實的圖 那基本上他一定不會這麼紅 所以呢 這邊就要來講 包括像Novo AI在內 就有很多人去畫了 就有很多人去練了那個 動漫的圖 Anime的圖 那他就可以這個模型 他就可以產出 那個二次元美少女的圖 這樣 然後呢如果你想要 瘦人的話 也有人有練 Kemono或是 歐美那種寫實Fury 他就會產出不同的圖 然後或者是 最近還有一個很紅的是AI Corsair 就是比較偏真人 他看起來會像照片 然後會有那個 他產出的圖就像是真人 真人美少女的那種照片 叫AI Corsair 好 這個叫模型 就是用不同的圖和文字 去訓練出來的 但他們通通底下都是用這個 Stable Diffusion 去當他們的基底工具 然後他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機箱會把他畫在旁邊的 就是這邊畫了四個圓 然後從他的那個 基底長出來 大家可以想像成這個就是 這個機器人呢 就是有些人覺得這機器人不夠厲害 就是 原本的那個小腦袋家 他的訓練級還不夠 就是全世界的工程師們想要把他 組裝成超級超強機器人 所以在他腦袋上面插針 那是這種感覺 這個呢就是他的擴充功能 全世界工程師們他們很厲害 就是他們可以去 各式各樣的論文 然後去找出各式各樣的AI技術 然後來改善這整個 這整個Stable Diffusion的功能 然後 可是相對的這整個東西就變得非常的複雜 就是 有很多東西你就是不知道 而且這個全世界工程師就是每天 搞不好每個禮拜他對他說 差不多每個禮拜就出一個新東西這樣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 如果沒有 沒有 如果大家沒有互相分享情報的話 其實 你很難知道 有一個好用的東西就在世界的某個角落 冒出來 這個是機器人目前玩到 現在的一點小心得 這些都是跟他的架構 還有他的背景故事有關 最一開始你在找那個模型檔的時候 你就要 特別找過 不然你再怎麼唱都唱不出來 然後 擴充功能的話 這個機器人現在還在學 因為他東西實在太多 簡單講 至少是有人帶你入門 好 那我們 差不多可以來到今天的 Yeah Thanks for watching 今天的ED卡就是跟 縮圖那張是同一張 但是 畫面變得比較乾淨淨